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宣教师的见证或传记吗 我很喜欢透过宣教师的这些故事 跟他们所写的传记来得到激励 盼望你也是如此 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十五章 二十二到三十三节 我因多次被拦阻 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 而且这好几年 我切心想望到士班牙去的时候 可以到你们那里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 得见你们 先与你们彼此交往 心里稍微满足 然后蒙你们送行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 乐意凑出捐相 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 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等我办完了这事 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 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 往士班牙去 我也晓得去的时候 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弟兄们 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的爱 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 为我祈求神 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 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相 可蒙圣徒悦纳 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 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同得安息 愿赐平安的神 常和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末了 他有一些他自己的现况的介绍 他也再次跟罗马教会 提到他想要到罗马去拜访他们的心境 跟他的用意 所以他说他多次被拦阻 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所以看到他这个是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计划 但是好像都成不了形 那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告诉他们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方面他表达他在他现在传福音的地方 已经到了好像没有可以再传的 因为记得他说他是不在别人传过的地方传福音 他是不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 所以他盼望就是有一个这个新的工作 当然对他而言就是希望能够到西班牙去 那所以如果他往西班牙去一定可以经过罗马 这也是他再一次表达他要去罗马拜访教会的原因 那当然他现在还有重要任务在身上 所以他除了把这个目标继续放在祷告当中 他也必须要先完成的他的任务 就是他要把在各地所募到的一些捐款 带回到耶路撒冷去 在几年前他曾经有一次这样的行动 就是因为耶路撒冷遭遇饥荒 所以他就从外邦教会募款的带到 带回到耶路撒冷母会在那边来帮助他们 那这一次他是希望能够特别为在耶路撒冷当中的 一些穷困的人生活上面有需要的 就是为他们来募款 所以他也从这个亚盖亚马其顿 也就是在这不同的省份的地方的外邦教会 来把这个捐款募集要带回到耶路撒冷 那当然他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 其实对罗马教会也是有一些的帮助跟提醒 因为一方面这个把这个捐款带回去 代表的是好像这些外邦人的教会 跟犹太人的教会的一个交流互动 让犹太人教会更多的接纳 好像保罗在各地宣教的那个果汁 也能够分享回到他自己的母会 第二方面呢 在第二十七节这边也提到说 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把养生之物攻击他们 也就是说这些外邦教会的行动呢 也代表了一种的感恩 因为他们领受到了属灵的祝福 是透过这些原来犹太人教会 耶稣的教会猜浅的使徒 然后把福音传到这些地方 他们领受的属灵的福分 他们回馈的是这里讲说是养生之物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观念里面 就是我们得着了属灵的供应 我们也能够透过实际的物质的奉献 来作为一种感恩的回应 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交流跟祝福 所以保罗这样提的意思 也是要告诉罗马教会 他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些行动 当他们愿意来接待保罗 甚至是保罗当保罗把这个 他说善果交付了 然后他要路过他们那里 他确信他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所以保罗把恩典更多的带到罗马教会 当然他期待的是 罗马教会也愿意回应 他们也能够用这个所谓的养生之物 来实际的参与在保罗的宣教施工当中 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意 他没有直接的说出来 但是他透过这些的见证 透过他的行动来教导罗马教会 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在保罗的想法里面 我相信他会盼望罗马教会也能够参与支持在他的宣教的事工 以罗马教会的状况来说 他们绝对是有能力 当然奉献金钱的支持是很重要 可是对保罗而言 他认为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是祷告的支持 所以他真正的发出呼吁的 在这边他说 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的爱 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 为我祈求 所以我们看到 对保罗而言 他真正的盼望的是能够让罗马教会 可以和他一同的参与在这个宣教的工作上面 透过为他祷告 而且这边他形容说是借着圣灵的爱 借着耶稣基督 他们被激励了 他们有感恩的心 然后可以跟保罗一同竭力 竭力这个字是征战 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需要有一些的代价 是需要有一些挣扎冲突 当然我们知道 为了福音的事工 为了宣教事工的祷告 是征战的祷告 因为这是抢救灵魂的工作 不容易的 保罗很盼望 有人跟他一起来 进入这样的一个征战 一起的来竭力 一同的来同工 那到底要求什么呢 几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他说 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 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 可蒙圣徒悦纳 当然是他现在的这个工作 能够顺利的完成 就是一方面很多那些 找保罗麻烦的那些犹太人 不要再一直在那边拦阻他的工作 另外就是他所募的款 能够得到教会的接纳 他的工作顺利完成 他就可以开始进行他想要往西班牙去宣教的服事 所以第二个部分 当然他就是他说叫我顺着神的旨意 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德安息 因为他能够到罗马 就是表示他要去西班牙的这个行程 是已经可以成行的 所以他所求的就是可以到这个罗马教会去 也希望他们为这个事情祷告 不过我们看到保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他说叫我顺着神的旨意 也就是他的期望是如此 但是他也很清楚要顺服神的旨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自己在为我们的服事 我们的宣教工作祷告 或者我们呼吁别人的带导参与 我们的态度也是一样 当然我们所求的盼望能够成就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真正的祷告是愿意被改变 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思 所以宣教的事工是征战 是需要更多祷告的参与 以及奉献的支持 那我们是不是开始学习操练 也许你不一定有能力可以奉献 但是你一定可以用祷告来支持这些的工作 盼望我们一同的来学习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把对宣教的感动跟负担 也更多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透过带导 透过守望 能够进入到征战当中 和这些宣教的事工 和宣教的主的工人 可以一起同工 求主使用我们 也拆遣我们 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